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随着意见连的受伤,CBA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,由之前的一超多强,变为了这赛季的多强争霸。 本赛季,CBA有多支球队,拥有争冠实力。 除了卫冕冠军广东南篮外,像辽宁南篮、新疆南篮和浙江南篮都有夺冠机会。 而就在明天,广东和辽宁都会迎来实力雄厚的对手。 广东vs新疆广东vs新疆二强之间的直接对话。 这场比赛将在明晚7比35打响,到时肯定备受关注。 说实话,广东想要赢下新疆并不简单。 新疆南篮作为CBA传统四强之一,球队拥有极大的内线优势,由周琪佳、莫泰组成的内线组合。 能投能传能抢能封盖,势必会给失去意见连的广东带来巨大压力。 说新疆是广东这赛季碰到的最强对手,都不为过。 另外,新疆的风险并不差。 除了唐才玉外,麒麟也在这赛季打了出来。 本赛季他场均上场32.1分中,能得到16.2分,4.1篮板2.1助攻。 命中率49.8%,场均命中2.4G3分。 三分球命中率51.9%。 在竞三场比赛,麒麟分别砍下38分、25分和32分。 三分球26中21,命中率高达80.58%。 当然了,作为未免冠军,广东南篮同样拥有自己的优势。 他们后卫线,深度丰厚,而新疆只有曾令旭和余德豪。 另外,广东有CBA最强外援二人,祖马尚和威姆斯。 其中马尚在第二阶段状态神友,他打了6场比赛。 场均上场25.4分钟,广坎37分,4.8篮板4.5助攻。 两分球命中率66.2%,三分球命中率51.6%,场均命中5.1G3分。 辽宁vs广州辽宁南篮,再次和老叔的广州南篮相遇。 这一次他们,又会踏出怎样的火花呢?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,这赛季的广州南篮。 他们虽然天赋,不如辽兰,但随着郭世强,指导的加入,球队已经颇具战斗力。 在前段时间,甚至还赢下了拥有周琪佳,莫泰的新疆,广州南篮这赛季场,军师分联盟最低。 防守效率,排到了联盟第五。 广州南篮这赛季,和辽兰打了二场,虽然都输了, 但第二场,明显要强于第一场。 下面是二场比赛的,具体比分第一场,广州82,比117辽宁。 第二场,广州96,比102辽宁。 第一次球队,大比分完败。 第二次广州,已经有了和辽兰,分庭抗礼的架势。 双方一度站至最后,郭世强指导,太熟悉辽兰了。 所以明天相遇,辽兰球员,绝不能掉以轻心。 双方比赛时间,为明天中午,12比30。 希望两支球队,能为我们,带来精彩的比赛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